圣开法师 一句圣多文 在佛教里 人人都知道阿南尊者 是佛陀十大弟子中之多文第一 因为他是世尊的堂弟 出家以后 随是佛陀 未曾烧离 因此佛陀讲经 大部分他都亲耳听现 他不但多文 而且强计 又能依教奉行 北正诸法 难能可贵 故佛曾赞之曰 我生文中 第一比丘 知识明悟 所致无疑 所亦不忘 多文广远 堪忍奉上 所谓阿南比丘是 这该算是名副其实的多文了 有一天佛陀在舍卫国指数 给孤独元的时候 一位比丘 来到佛的地方 向佛陀鼎礼问讯 请求开示多文的异议 当时佛说 地听 地听 善思之 当为辱说 比丘荡之 若闻色 是生艳离遇 灭尽寂静法 是明多文 如是闻受响行时 是生艳离遇 灭尽寂静法 是明多文比丘 是明如来所说多文 使比比丘 闻佛所说 踊跃欢喜 坐礼而去 由此观之 佛法重实践 若能契机 一字半句 受用不尽 以示多文 若文而不行 不得法意 纵文广博 亦不得明知未闻也 如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 惠能大师 在俗时 是个大孝子 每天担柴上街去脉 北前奉养母亲 一日路过他人住宅 有人证诵金刚经 六祖听到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一句 顿时心开一解 大彻大悟 成为中国佛教史上 一位杰出的祖师 但文一句 以示多文 故佛说 若能受持金刚经四句计 亦受用不尽 佛法如大海 人身似文以 若文以宝饮大海之水 试问 能饮多少 佛法如清凉的甘露 能服一点一滴 通身炎火热闹 亦可全消 佛教极出浅的教义 教导世人持五戒 行实善 孝顺父母 尊师重道 广行会师 重视因果 即可上升天界 如世人各个都能实践奉行 人间及天堂 缩沙婆及及乐 燕云 万恶银未首 百善孝未先若人闻之 知生警惕 即能效仰慈 远离淫欲 就此二聚 亦受益无尽 佛陀每对人生离苦的乐的开示中 多举荡观色无常是苦 如是观者 则为正观 正观者 即生艳离 艳离者 喜贪尽 喜贪尽者 心得解脱 如是观寿 想 行 实无常 如是观者 是为正观 正观者 则生艳离 生艳离者 喜贪尽 喜贪尽者 心得解脱 当知色 受 想 行 实等五因本是苦空无常 怕苦及生艳离 五因灭尽 而入寂静法乐 朗然大悟 古译文及多文 佛陀虽古力图众 广学多文 但文法虽多 而不实践力行 纵然佛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 八万四千法门 你都听闻 但不发菩提心 不行菩萨道 仍毫无功德 亦可为之不闻 如闻一句半计 急得受用 生诸功德者 可以说一句也胜多闻也 你胜多闻也 你胜多闻也 是在胜多闻也 你胜多闻也 我不想 再度 终于 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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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